科学的进步基于否定之前的理论 早先科学的,现在很不科学了 现在科学的,日后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基于永恒变化中的无常 任何确定性的理论都只适合阶段性的认知 任何线性的逻辑公式都无法理解与表达同时性中的多维实相 任何基于伪装物与伪装外在感官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 都必然是片面的扭曲 所以宗教的迷信被科学所取代 而科学的尽头是无法用确定解释的玄学灵性内在多维世界 人类需要从蛮荒原始文明,过渡到物质文明 再进入到精神文明 逐步偏重重视心灵的建设,意识的沟通,自我的完善 很早以前,上古文明是教人学着怎么了性做人 在争气时代后,生活的速度提高了许多 甚至快到一生都在不敢停歇地追赶那虚妄的所谓成功 孩子一出生就开始计算距离高考还有几天 毕业后去哪里打工,好能996的出售生命 物质的丰富让精神干枯 学校里不再有夫子教怎么做人成为君子 而是考核日后为资本赚钱的能力 由于成功提高了许多len